历史上的侦探皇帝,智商报表,甚至影响了中国宗教。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智商碾压全场的皇帝, 他就是福尔摩斯江护川汉明帝刘庄, 他是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的第四子, 而他的生母是殷利华光武帝,是殷利华的头号迷弟, 释换当作执金武,取其当的殷利华,后汉书皇后继, 凭借着自己母贵刘庄,以非嫡长子的身份,被立为皇太子。 不过刘庄自己也很争气,十岁就能通春修, 相当于现在十岁就念完了大学的课本。 地生而封下,十岁能通春修,光武其知, 后汉书明帝继刘庄十二岁那年, 光武帝在朝堂上清拜官汇报工作, 有个负责核查土地的官员赌板上, 备注了尹川,红农可问,河南,南阳不可问, 意思是尹川,红农可以查,河南,南阳别查光武帝不得其解, 核查土地官员看到这个赌板也猛逼了。 因为那个备注不是他写的,场面一度十分尴尬, 这个时候,作为一名智商在线分析力极强的便衣侦探。 东海公刘庄闪亮登场了,那一次的精彩亮相, 让光武帝对刘庄更加青睐建武十九年,刘庄十六岁, 单臣,赴阵起兵造反,占据远武城,光武帝派兵围困, 士兵死伤无数,但就是攻不下城池。 光武帝于是召集群臣研究对策, 奈何群臣智商,总是在关键时刻余额不足, 就在这万分沮丧,甚至开始怀疑人生的时候, 刘庄站了出来凭借着这一次的精彩亮相刘庄, 被封为皇太子。 等刘庄长到三十岁的时候, 终于继承地位成为东汉的第二位皇帝, 史称汉明帝,就是历史上开创了明章之志的皇帝。 他爹光武帝是在马背上打的天下称帝时, 曾对乡亲们说无礼天下, 意欲以柔道行之。 后汉淑光武帝本纪, 走的是一种老诗人的施政路线, 汉明帝上位之后, 看到这种柔正的隐患。 队内开始一致宗师跟外戏的势力, 对外方面,直接对匈奴开战, 还派了班超的三十六人天团出使西域。 很多国家开始臣服了汉朝, 向大汉递交保护费汉明帝, 在对待百姓方面施以人证。 当时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是以儒学为主, 基本是士族阶层的专属百姓, 看到那些儒学经典。 基本都是萌的, 老百姓在解决温饱问题后, 没有精神慰藉一闲起来就很容易告示。 搞点乌骨, 画个圈圈诅咒你之类的, 西汉末年的时候, 已经有少许佛教传到了民间。 汉明帝一打听, 这是个好东西, 但直接说引进好像不够噱头, 他决定在朝堂上跟大臣们说一个梦。 我梦见一个金色的巨人头顶放射白光, 立在大殿中央, 我问他要去向何方, 他指着西边的方向。 在皇帝讲完这个梦之后, 聪明的大臣也猜出了汉明帝的意图, 有一位博学的大臣站出来说, 那是西域一个叫佛陀的神, 汉明帝很欣慰终于有个时获得了, 于是明正言顺地派了使者前往天竺拜佛囚经。 佛教自此, 正式引进中国, 为了纪念用白马托回那批佛经、佛像, 他在洛阳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寺庙。 白马寺, 东汉也越发强盛起来, 永平十八年公元七十五年八月, 汉明帝并是在位十八年, 将地位传给了吴子刘达, 帝, 也就是汉章帝, and喜欢作者的清奇闻风和脑洞漫画, 欢迎关注, 朕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顺畜戏祝、